请友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古琴曲观山乐 观山乐是梅安派的一首曲子 这首曲子虽然不长,但是它的执法逻辑性非常的强 代表了古琴运指的基本规律 学好了对未来习琴有很大的益处 那么梅安琴谱里面说 词曲执法纯正,因运和平,乃入门之正路 这个说的非常准确 在学这首曲子之前呢 我假定琴友们有了一定的基础 所以具体的执法术语 这里不做一一的介绍 勾,挑,轮指,银,挠,戳,注,焰 这些执法呢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请参看我YouTube网页里面的古琴基础 古琴Basics那里面的那些视频去学习执法 那么我在这里主要是介绍我的一些处理 那么观山乐这首曲子 不同的琴师,不同的门派 谈法各不相同 所以我这里代表的是我的一家之言 是我认为正确的 仅供参考 这首曲子呢 一共有两段 再加一个尾声 它的乐句是跟李白明月出天山 这首诗的句法相合 所以那么我们就按照诗句 一句一句的交 我们是按照梅安琴谱里面的谱子 但是里面也加了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我自己的一些特别的处理 那么各家谈法不尽相同 比如说古琴曲集里面的 就跟梅安琴谱里面的也不一样 所以我的这个谈法基本上参照梅安琴谱 但是也不是完全相同 将来我会把我所谈的曲子都整理出版 那么那时候大家就会有比较具体 比较详细的 我的谈法的一个比较准确的谱子 那么为了节省时间 我在这里也不弹整首曲子 大家要看整首曲子呢 也是到YouTube里面去看我弹的观山乐 那里面有整首曲子的 我弹的整首曲子的这个版本 我自己的一些处理呢 跟别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这个曲子是同样的旋律进行两遍 那么有从头在做 就是有两遍的重复 而我的这个两遍是不是完全重复 在情绪上 在节奏上 在这种执法处理上 都有所不同 所以第一句明月出天山 明月出天山 那么注意的是钩 这三个钩一二三 要从强到弱 怎么实现从强到弱 大家去看 我的古琴基础里面的视频 关于钩的视频 好 看过的都知道 这是怎么实现的 明时跳六 有戳 大家要去看戳 应该如何戳 咽 最重要的是咽下去 不能抬起来 这是错的 咽 咽下去以后 要手指很坚实的按在上面 直到这个声音的 这个音的实质结束 第二句苍茫云海间 从波开始 那么这个波 并指 由于摆尾 轮指 要清晰 要有颗粒性 然后这个节奏处理呢 我的两遍是不尽相同的 第一遍是这样处理的 所以 第一声 比较短 第二声 第三声 他们是一样的 结合这个波 实际上 它的实质 波的实质是八分之三拍 第一声 是八分之一 然后后面 个是四分之一 好 八分之三 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它的节奏是这样处理的 第一遍 好 这是第二句 后面这个音是抓起 翻音 大搓 抬肘 第三句 长风几万里 这里面有 反搓 所以它实际上是搓的一个分开 带起 这是长风几万里 第四句 吹度运门关 那么这一句呢 全都是用泛音 注意这个泛音的清晰度 和它的运指的特点 第五句 看一下白灯道 也是有大搓 以及反搓 好 这个第二遍 我们会跟这一遍有不同 这里我们用退复 掐起 注意这个掐起 要用关节掐起 因为当你用关节掐起的时候 你的无名指的指端 就已经在六弦了 而下一个呢 是大搓一六 就不用动了 这是指法的经济原则 好 下一句 胡溃清海弯 从抓起开始 然后下面的轮指 这个轮指是均匀的 勾替 大家注意 这一遍 跟我们将来的第二遍处理 也是会不同的 第七句 由来征战地 是用从抹七开始 这个抹七注意 是用肉音 肉音大指是直的 好 最后这个也是一个分开 分开的指法 也就是大指 左手的一上一下 右手的一入一出 好 后面 不见有人还 这一句 抓起 下面在梅阳琴谱里面 就分到了第二段里面 那么第二段里面 从第九句开始 续刻望边色 那么这个续刻望边色 从勾二 我用的是中指 那么有人用大指 那么用大指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移手 因为你用大指 勾完了二以后 下一个动作是轮四 轮四的话 你必须得把它移过来 如果是轮三还好 但是轮四 这就意味着你中间声音有间断 所以我这个地方用的是中指 用中期 中期 注勾二 那么下面呢 就用肉音去按四旋 这个时候 我们的中指 可以一直等到这个四旋 按十了以后再放开 这样它的声音就不会间断 后面 思归多苦言 我们还是从这个注勾二开始 思归多苦言 我们这个地方用的是中指 中时 勾一 最下面就是尾声了 尾声实际上跟第一句是很相似的 高楼当此夜 探息未应弦 这个地方的轮指 我们用的就是连续的 它是三连音那样的轮指 这个轮指 它占的十指 就是前面的波 整个就占了 二分之一 而不是八分之三 那么它占了二分之一 后面的三个轮指的三个音 用三连音 占二分之一拍 所以是 跟前面的 八分之三 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就不一样 这是八分之三 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而在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是二分之一 后面是三连音 共同占二分之一 抓起 好 下面接第二遍 第二遍呢 是从这个地方 两个上 先上九灰 再上七灰 再上七灰九分 上完七灰九分 再上七灰 又接第一句了 现在重复 那么重复的时候 我们就主要是 讲跟第一遍 哪些地方不同 首先的第一个不同 就是节奏 明显的加快 那么第二遍的时候 情绪稍微有一点激动 第一句基本相同 速度稍快 第二个 轮 这个轮 速度加快 同时 它是 轮指是云出的 均匀的出来 也就是波是二分之一 后面是三个三连音 共同占二分之一 也就是 每一个是六分之一 好吧 六分之一 这个是二分之一 这三个音 每一个占 六分之一 跟第一遍的 这个波八分之三 然后八分之一 然后后面 各占四分之一 是不一样的 好 这第三句的不同 是我们比第一句 更丰富一些了 那么第一句 只是上到了六回二分 我们现在要上到 五回六分 五回六分还不停止 就一直上到五回 这是第二句 这是第三句 第四句 基本相同 速度稍快 那么这个不同 是我们这里用了双进负 而不是只有一次 好 第六句 那么这个是跟第一遍 是不同的 加了音了 都是泛音 第一遍是我们是这样弹的 那么我们第二遍是 大家听一下这个区别 第一遍是这样的 第二遍 那么这个区别是 我们在这里 前面是用挑六 保留指在四旋 而我们这第二遍呢 是用勾六 勾六后面 勾完了以后 保留指放在四旋 前面先是有一个 利七六 利 这两个音是连着出的 那么利的特点是 是整个手指进行 手指不进行 弯和伸 而是靠手把它推过去 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五弦实际上 就不一样了 五弦我们用的是挑 挑就是由手指的去伸 好 大家看一下 可以理解成 勾完六以后 保留指放在四旋 利七六 这个利完了以后 这个手指 食指 右手的食指 基本上就抵在五旋上面 这个时候再把它直出去 那么这是一个挑的动作 好 利 这个是一样的 好 后面 基本跟第一遍基本相同 但是我们加了更多的银挠和撞 另外我们在最后这个音 我们第一遍是直接取音 勾三这个音 而我们第二遍呢 是在七九挥取音 然后上到七挥 好 我们第一遍是这样弹的 直接取音 而且要轻 而第二遍呢 我们在七挥九分取音 然后上到七挥 好 这是第八句 那么第九句 我们把这个柱改成戳 那么第九句 我们前面是这样弹的 那么第二遍 我们为了跟第一遍 做出七分 使这个音乐更为丰富 我们用戳 不用住 最后的尾声 最后的尾声 那么尾声也是基本相同 只不过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渐慢 很大的一个渐慢 从这就开始渐慢 这个地方是很明显的渐慢了 这个轮指相应的要慢 虽然是均匀的 但是它是慢的 跟这个速度是配合的 这个进幅也要拖的长一些 进幅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小的状 这个最后结尾 当结尾最后是暗音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加一些润色 也就是要加银 银的规律是一般 先长银 然后细银 最后变成定制银 那么银的幅度比较大 这个是长银或者是大银 那么它在左右 大概有一寸多了 这个基本上就属于大银 长银 那么当它是在 只有一公分左右的时候呢 可以认为是细银 而最后你不能一直 用细银或者是大银 来结束曲子 因为这个时候呢 古琴的声音削减得很快 古琴的声音都已经没有了 但是你的手指还在动的话 会出现一些摩擦的音 所以最后都会要归结在定制银 所谓的定制银就是手 手指在悬上没有左右的游移了 只是在上面小的幅度的这种转动 而这种转动的侧动力是你的小臂 小臂 腕子 在这个想象一下像游自游泳一样的身体一样 这有一根轴 你在这这么滚 像一个木头一样 这样滚 这叫定制银 所以我们把最后一句 这个从长银到细银到定制银结束 那么定制银 为什么用定制银来结束按音的曲子呢 因为它是没有摩擦音的 不会有噪音 最后会归结于完全的平静 好 谢谢大家